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小胖哥 如果有在看我视频的朋友 麻烦点赞关注加转发 一键三联的朋友 可以免费执行 有任何问题 不收任何费用 小胖哥最近招代理 前往都可以找到三联小胖哥 京东入住店铺跳对宫呢 我们现在呢操作 简直是不要太流畅了 简直是太流畅了 其实每天找我跳对宫的人 还是很多 很多老哥也在问我说 跳对宫稳不稳 会不会掉之类的 正常的话很稳 之前不好说 因为之前跳对宫 其实是会掉 那最近跳对宫 基本上没多大问题 除非你自己操作过 那对宫的话就比较难搞 你这边如果说 你自己在搞对宫的时候 你自己填资料 正常的话 我都是让哥哥们 直接填到第三步骤 第四步骤跳对宫的时候 就不要去注册了 等我来操作 但是有一些哥哥不听话 你在跳对宫的时候 第四步他就顺便把账号给注册出来 输入进去 他就会跳一个对宫账号 认证出来 需要打款 这种的话 再去搞对宫 就相对来说很麻烦 正常的话 如果说你们操作到 跳工户这一个步骤 那非常麻烦 首先要把这个撤销 如果撤销不掉 就要等 等了很久 才能把这个弄掉 重新去搞 非常麻烦 那相对来说 现在跳对宫是非常稳定 京东入住 跳对宫的话 就是掉的话 基本上就是你一个变更了一个法人 或者说你执照 有一些东西进行变更 这些也是我们实践操作出来的一个小技巧 之前我也不知道说这种问题 就是说有一些对宫一直跳不上 那么我就去找问题 原因就是有一些法人变更 或者说有一些执照做了一些变动 京东这边他也是实施同步国家工商信息 但是可能会稍微慢一点 就是有时候没有同步过来比较麻烦 就会导致这个京东对宫入住 就是跳不过去 这就要重新更新一下信息 才能把对宫给跳过去 还有一些就是对宫 跳了之后 你变更了 他识别了 你这个使命就会掉 掉了之后 就你要重新去跳 所以说很多朋友问我 跳对宫稳吗 我说很稳 那能搞多久 对宫能用多久 正常的话 你没有任何变动的话 他是可以一直用的 那如果说你有执照变更什么的 那就不能用 就会掉 所以说京东入住跳对宫 相对来说包多久 其实也没有办法包了 那短期都可以弄 做定京东入住怎么搞 就是京东跳对宫相对来说比较稳 最近更新没有那么频繁 可能京东也知道就是不分地区口罩问题嘛 然后很多地方对宫可能是不好办 所以平台呢也会针对大家去稍微的放宽一下 正常的话是要求大家一定要有对宫的 是不能去入住去跳这个对宫 那有了对宫呢 其实很多朋友说有了对宫之后怎么付款 开通代付款取款 你店铺后台是可以开通代付款的 代付款这个功能开通之后 你可以往你任何一张卡上去转钱去弄 所以说代付款怎么开呢 这个我就不跟大家讲了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就是有一些代付款不能开 应该就是执照存在一定的风险 这个后期再跟大家聊一下吧